嘿 大家好 我是MNike 叫我A夢或E夢 那今天這一集呢 就是聯盟戰前的玉璽的最後一集喔 我們來看一些日版的陣容 跟上個月是一樣的 那這個一期的BOSS呢 我已經有在月初的時候做簡介了 連結我也貼在資訊欄的地方 如果你還不知道這個月我們打哪5隻BOSS 他們的能力是什麼的話呢 可以去看一下資訊欄的那一個連結 好 那我們就馬上來看一下這個月的日版用什麼樣的陣容吧 那首先是這個一階段的部分喔 一階段的話難度應該不高啦 那這個基本上都是可以一刀的啦 這個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一階段5隻來說應該都是有機會可以一刀的 只是變成說 你要不要把新黑留到二階段 甚至是三階段的時候使用 這個就是需要考量的點啦 你如果是一個比較休閒的聯盟 然後你就是早上就要想要全部出完 全部出在一階段的話 那直接出這一些新黑的刀 然後把這個三王啊 四王啊 然後五王啊 解決掉的話 應該會是還不錯的選擇喔 這樣就直接不碰二階段 但是如果你會碰二階段 你會碰三階段的話呢 就要稍微再思考一下 要用什麼樣的陣容這樣子 那一階段的問題應該是不大的 這樣子 好 那再來我們看到這個二階段的部分喔 那二階段之後呢 就來到一些有一些 耐人尋味的問題可以來 稍微研究一下了 那首先這個翼王的部分 翼王的話呢 因為翼王的血量真的太少了 只有600萬喔 那大部分的陣容都是有辦法一刀 兩隻翼王的 甚至是翼王加二王 或是翼王加三王 像這個新黑的陣容啊 這一刀 這一刀跟這一刀呢 基本上都只要30秒左右的時間 就可以打過這個翼王了 也就是說你這個二王打完之後呢 只要還剩下10秒以上 就有辦法再去打翼王 那難度是不高的啦 基本上上面的這個陣容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因為他有這一個中二的破防嘛 然後這個補TP的角色 所以呢 這一個陣容 想要打完 然後剩下個可能20秒10秒 然後補償刀有個30-40秒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的 所以30-40秒的補償刀呢 就可以拿去打這個翼王啦 那再來呢 翼王的部分也是喔 基本上這個翼王打完來說 大概也會剩40秒左右 也可以再拿去打翼王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去思考喔 因為翼王只有一隻 所以你要去配你的聯盟裡面 要去搭配說是翼王加二王 還是翼王加三王好呢 要去怎麼樣配置 因為如果你翼王加二王的話 那代表說我三王的這一個 我可能要出沒有辦法補償這麼多的 這個沒辦法補償這麼多的 或是直接考慮這個物理刀的部分 那如果說你出翼王加三王的話 那翼王這個地方可能要研究一下 物理刀要怎麼打 在搭配上會是比較好 會比較優秀的 所以呢 這一點是要再思考看看的啦 那我自己個人比較傾向說 去出這個翼王加三王 翼王可能出這一刀吧 然後三王再出這一刀 這樣子就可以一王加三王嘛 剛剛好 連陣容也不用壞 那一加三之後 翼王這個地方再去研究其他的物理刀 用物理刀來打 因為我們這個月有物理的角色嘛 有更多的物理角色 所以我們物理刀也是有機會做到一刀 甚至將近一刀的啦 所以呢 你如果是將近一刀 你只會剩100萬左右的話 你跟另外一個陣容合刀 例如我跟一個武王的物理刀合刀好了 那武王就可以拿全反 它就變成說 打二王或一刀拿全反之後呢 再去打武王 或者說再去打四王這個物理刀喔 所以這樣子的搭配應該會是比較舒服一點的 對於聯盟的推這個陣容來說呢 會比較順暢一點 那四王的部分的話 有辦法做一刀啦 四王五王都是有辦法做一刀的 但也是新黑的陣容 只是說 就像我剛剛說的 他是要去做搭配的啦 所以部分的四王 部分的五王 可能還是會出到物理刀 就是 一週可能 新黑一週 物理 要看聯盟自己裡面的搭配啦 二階段來說算是不好搭配的 因為 新黑五隻Boss都有辦法一刀 那在五隻Boss都有辦法一刀的情況下 嗯... 配置上就要稍微再思考一下 聯盟裡面的幹部要稍微果斷一點 去調整這一個配置喔 讓到初玩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再來是這個三階段的部分 那三階段的話呢 一王可以直接參照上幾個月啦 就是可以一刀 這沒什麼問題 這個一刀的陣容也非常的多 那我們有六星靈之後呢 用這個物理刀要一刀的難度也很低啦 所以一王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就是一刀 然後拿補強刀 然後補強刀呢 就去打四王或者是五王 因為四王跟五王目前看日版的陣容是沒有辦法一刀的喔 四五王是沒辦法一刀的 所以他一定會有剩下血量 剩下的血量呢 就可以用來補這些補強刀 就是呢 我可能塞幾個補強刀 然後呢 再用這個完整的一刀 可能一千萬啊 或者一千五百萬 然後把這一隻王收掉這樣子 這樣子應該會是配置上比較好打 比較好安排的 那二王的部分的話呢 應該還是以一刀為主啦 如果要出物理刀的話就會稍微比較麻煩 因為物理刀的話這個會要出到兩刀 然後第二刀會拿全反這樣子 在安排上面會稍微比較麻煩一點啦 所以我個人會比較傾向出這個一刀 或是這個一刀這樣子 那下面的這一個一刀呢 它是沒有這個酒鬼的喔 是只有單補TP的 然後呢 用這個雷雷的傷害 然後讓這個有辦法一刀啦 但是這個會稍微比較吃爆率一點 這可能最後一兩秒才會打死 這是比較危險一點的 上面這個是比較穩的 畢竟多一個補TP嘛 那三王的部分呢 三王的部分的話 日版的打法主要是兩個打法 第一個打法呢 就是這一個 新黑的陣容 那新黑的陣容 新黑三星 新黑五星都是有看到軸的 只是軸會不一樣 這個是需要做調整 那日版都有軸 直接看日版軸應該就沒有太大問題 那我到時候應該也會測試 我如果有測試出來 有成功的話呢 當然也是會優先在Discord群組PO啦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第一時間看到我整理的手動軸 或者是偷懶的刀法的話呢 要加Discord群組 影片會稍微晚一點點 畢竟影片要上傳要做封面什麼的嘛 那再來呢 就是另外一個戰法啦 這個戰法我個人認為還不錯喔 他就是可蘿卡錢喔 那可蘿卡在前面呢 吃那個冰凍 然後後面的這四隻角色呢 就可以正常的去做輸出這個樣子 那這個陣容呢 是日版實際上有在使用過的喔 因為日版的這一隻王這一個龍呢 他後來還有再出過喔 有在日版出過破曉之後 還有再復刻過一次 所以呢 這一個月我們就直接看那一個月的刀錶的話 是有一個這樣子的陣容是還不錯的 那這個陣容應該也是OK的啦 如果說沒有人可以出這個一刀的話 這個也是有OK的 那這個呢 就是在這個戰前回報有講過 在月初的時候的練角推薦有提過的 就是這一個 放公主可蘿可以打1100萬啦 但是台版不確定 這個看放誰可能有機會打個911000吧 好 再來是四王的部分喔 四王真的稍微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四王的技能上是偏麻煩的啦 傷害也比較高 好 如果你完全沒有補血的角色的話 基本上角色就是會倒啦 所以一定要放補血的角色 那他又會去戳物理的角色 總之他是一隻技能非常麻煩的BOSS喔 那物理隊的部分的話 就有兩個思路喔 第一個思路就是我用酒鬼去做補血跟做法盾 然後去抵禦這個傷害量 那很明顯呢 這樣子的傷害是會比較高的 因為酒鬼還會去補TP嘛 可以幫其他人補TP 那另外一個思維呢 就是我用嘲諷的坦克 像這個新年可蘿 我直接嘲諷吸掉他的UB 但是因為如果我用新年可蘿吸UB的話 新年可蘿最強勢的UBBUFF就沒有辦法很頻繁的開 那這樣子呢 就會影響到整體的傷害量 所以可以看到傷害量是比這個酒鬼還要低一點的 那這個是物理刀日版有使用的部分啦 那當然這個破防的部分 因為物防來到460是稍微有點高的 所以這個破防他用到3隻 但是我們有這個破曉 就是破曉之星的6星我們有0嘛 那用6星的0 可能可以達到更好的傷害 所以台版的這個三階段物理 我個人認為應該可以打到800萬以上 800萬以上是有機會的 用這個6星0 或者是6星的日和這樣 那這個法刀的部分呢 就是新黑刀嘛 那新黑刀的話呢 都是有用霞的陣容 那用霞的陣容其實還蠻麻煩的 因為霞的練度有可能會影響到 尤其是這一刀 上面這一刀我是有一點擔心 霞的練度會影響到露娜補歪這樣子 相信這幾個月如果再出新黑刀的話 應該對這件事情也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啦 就是霞的練度啊 或是什麼的練度有可能會影響到露娜補錯人這樣 所以這一刀我是還蠻擔心的 所以我又有找到另外一刀是這一刀 那這一刀的話他一定會是比較穩定的啦 因為他的這個聖遷呢 是群體補TP 然後呢這一個 真步呢也是群體補TP喔 所以他不會補歪 所以這個走應該是比較穩定一點的 雖然傷害比較低一點 那這個是四王法刀的部分 好 那五王法刀的話呢 就比較奇妙一點喔 前面的這四個角色都一樣 那後面這個呢 我有看過這四種組合 然後傷害就個別不一樣 大家就參考一下喔 這個的話 直接搜尋他的這個日文 然後空格三階段 呃 或是三這樣子就可以搜尋到這些陣容啦 在YouTube上面就可以找到 我也沒有非常花非常多的時間去翻啦 所以 呃 相信有這個日文大家應該都是可以找到的 好 那再來就是這一個 呃 物理刀的部分 那本物理刀的話 目前就是只有看到這一刀啦 那當然這個破防的部分 我們如果換成破暇的話 換成零的話 有可能可以達到更高的傷害 那這一個 母音米是換不了啦 因為他要有那個範圍的傷害會比較好一點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那再來是這個四階段的部分喔 四階段的話就來到了真的完全不一樣的世界喔 我可以看到這個一刀的軸 日版的一刀軸只剩下一刀 而且是這個雷雷的刀 然後成功率還很低 這一個一刀我看他們很多就是打到一千萬或一千兩百萬 根本就打不到這個一千六百萬的血量 所以呢 呃 四階段呢就會 稍微可以讓這個 之前那個新黑的狀況比較 沒有這麼嚴重啦 可以讓大家比較早睡一點 那四階段來說的話 我自己的聯盟應該是第三天會進四階段 所以呢 到時候也會再發作業這樣子 那我這邊呢就秀一下這個頁面給大家看一下 我有看到的這個日版刀 然後還有大概打的傷害 那這個算是比較特別一點的 這個練度代測的這兩刀算是比較特別一點 它有各種各式各樣不同的練度 然後都是有成功的 都是有手動軸的 那軸就有微妙的不一樣這樣子 所以呢 這個到時候呢 也會再來做測試 好 那今天呢 就是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了一下 這個月的聯盟戰 日版有用哪些刀 然後大概打了多少傷害喔 希望大家 呃 就是看了這個表格 可以在最初步 一開始的時候大概知道可以怎麼打 然後還有 呃 最後呢 再確認一下 自己的這些角色有練了沒有好不好 不要 呃 露練了角色這樣子 畢竟現在有這個NOMO加倍嘛 可以趕緊弄一下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更了解這一次的聯盟戰要怎麼辦 那如果呢 還不太了解這一次的BOSS在打什麼呢 呃 可以看資訊欄的那個BOSS簡介 那如果呢 你想要在YouTube上面搜尋BOSS的資料 但是你不會這個日文的話呢 在資訊欄的地方 我也有打上每一隻BOSS的日文 可以去複製一下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拜拜